光复会在今天上午举行的第三次会议中,首先讨论通过了一个重要的议案, 经济政府为适应世界经济围巾,拓展经济贸易,开发资源,发挥科技知识潜能与厚实国力。 经济部次长张光世今天也应邀在会议中报告了我国经济发展的展望, 说明我国目前在经济方面所遭遇到的困难。 主要的原因是国际的通货膨胀和石油的围巾, 所以我们必须在稳定物价的同时全力发展外交。